大家好,我是顾君,今天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佳能在今天刚刚放出的EOS R5的最新的固件更新 那通过这个固件更新呢,我们的EOS R5实现了很多新的或者本来就应该有的这些但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些功能 但是我先说一下,这个视频里面我除了有脸上挂着的笑容,还有我脑海里满是的疑问 那如果这个视频里我有什么说错的地方呢,希望你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跟我探讨一下 在我说疑问之前呢,我先说一下这个1.3版本的这个固件更新给我们的EOS R5带来了什么 在这个部分,老说我真的还是蛮兴奋的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个C-Log3,注意C-Log3不是C-Log2 那C-Log3呢,终于来到了我们的EOS R5上面 那C-Log3如果你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呢,基本上就是比本来的佳能的EOS R5的C-Log宽容度更好一点 但是呢,比佳能摄像机上或者更高端机型上面会用的那些C-Log2呢,要略差一点 那当然啦,我个人不太指望说佳能会把C-Log2放到R5上面 但是我很欢迎佳能证明我是错的好不好,给我们带来C-Log2 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更新呢,就是多了很多的就是低码流的这个格式 那如果你拍摄RAW的话,我个人不拍 但是如果你拍摄8KRAW的话呢,现在有了8KRAW Lite 能让你这个文件变得更小,压缩的更多一点 比如说你的卡本来是512的,你可以大概拍二十几分钟的RAW 那你现在可以拍三十几分钟的这个RAW Lite 就是你在本身的基础上让你延长时间50%好吧 这个应该都是男人的梦想了,脸上的笑容挡都挡不住 但是如果你本身拍摄是普通的8K,8KIPB或者4KIPB的话呢 现在也多了这个IPB Lite,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更加有用了 IPB Lite以后呢,就比你本身的这个IPB录制时间延长一倍 好吧,就我看我的这个卡512的,本来我拍8KIPB的话 大概能拍一个小时三十五分钟 然后通过这个IPB Lite以后呢,你可以拍摄三小时十分钟 是不是很惊人,是不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要顿时延长时间一倍 那画质上面我觉得并没有什么,至少我的测试当中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缩水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要有大量的移动啊,比如水流啊波浪啊之类的这种东西 一定会需要更大的码流 但是如果你拍摄的是一些静止的相对来说静止的画面呢 其实你可以使用这个IPB Lite 那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拍摄8K的话,建议你使用IPB Lite 但如果你拍摄4K的话,其实IPB本身就不是很大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视频呢,就是我使用这个佳能更新过的 以后的这个C-Log3以及搭配这个4K HQ的这个IPB Lite所录制的 所以效果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吧 我只能说是大概,那因为我心里有很多的疑问 那同时呢,这个4K的HQ模式的IPB Lite呢 码流不到60Mbps,所以就超级超级超级的小 同时呢,画质又超级超级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震惊的 另外一个第三个改进,我个人其实到昨天之前我都不太需要 我甚至都不太了解它有没有这个功能的就是Full HD的这个100-120帧 那我个人是因为R5上面本来就有4K的这个100-120帧 所以我从来也不拍这个Full HD 更加不会使用这个Full HD的120帧 但是直到昨天我正好有一个工作要使用这个全程都是拍摄Full HD的 然后发现我的R5没有这个100-120帧以后 我带了个R6专门拍摄一些需要的升格的画面 通过今天这个固件更新,你说巧不巧 通过今天这个固件更新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USR5就实现了这个在Full HD的情况,1080p的情况下呢 实现了这个120帧 当然如果你平时拍摄的就是1080p的话 相信这个更新对你来说还蛮有用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本身是没有这个CF Express的这个卡的话呢 你是拍不了4K的120帧的 所以如果你只用SD卡的话 现在你也可以拍摄120帧了 只是分辨率你只能达到Full HD1080p 那我觉得有这个功能中比没有好 因为昨天我真的很尴尬 就带了一台R5以后 我还专门带一台R6 然后拍摄一些120帧的画面 好吧 那这个就是更新的主要的三个功能了 一个就是增加了这个C-Log3 我个人觉得超有用 那一个呢就是增加了这个Raw Light跟IPB Light 那如果你拍摄4K120帧 那它没有IPB功能的 没有IPB格式的 都是All Light 所以就是它本身就没有这个IPB Light 那如果你拍摄的是1080p的情况下呢 你现在也增加了这个120帧 好吧 这个是应该是我觉得 有史以来最有用的一个固件更新了 我觉得让你的R5变得更完善 但是你看到我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吗 其实这个视频老说应该三个小时之前就发出来了 但是我花了三个小时 我搞了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测试 我还是到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在这里 好吧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疑问 我希望好吧 有已经升级的朋友 如果你比我更了解的话 希望能告诉我怎么回事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佳能机身上发现 这样的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些问题 那第一个 更新了这个C-Log3以后 当然肯定是好事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用起来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的屏幕上监看 我如果打开这个 就是这个就是套上LUT的这个监看以后 屏幕的这个颜色跟亮暗完全就变掉了 它在曝光跟我之前使用C-Log完全一模一样的情况下 屏幕上显示的画面相去甚远 差了好多 完全显示的又特别奇怪 就显示过报了 好吧 所以我现在完全 我如果现在看屏幕 我都过报了最起码两集了 但是事实是我现在拍摄的画面 可能跟没有过报 或者是有点过报 或者是甚至有点欠报 完全不知道 但我屏幕上完全没有办法看 这个我觉得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 好吧 不光是屏幕上 我看了EVF里面 就是也是一样的 就是它显示的内容 这个查看辅助的这个显示内容 整个就不对了 它拍摄出来的画面 跟它现在显示的画面 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你进到电脑里 它看上去是正常的 好吧 这个我相信一定得再通过一次固件更新 才能实现它这个正常 我不明白佳能怎么会出现 这么严重的失误 还是我个人在哪里操作上面有问题 我希望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完全可以在下面告诉我 就是我也完全希望证明 就是这个是我不会用导致的 或者怎么样 然后我也会出视频更正一下 就是这里我的操作失误是在哪 导致了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这十有八九十加能的问题 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我现在看到的画面 跟我拍出来画面完全不一样 整个监看就没有用了 那第二个 进到我的电脑里以后 尽管这个C-Log3拍摄这个画面 宽容度在我测试里面 是要比普通的之前的C-Log要好很多 但是我没有找到合适的LUT能把这些高光布放的细节保留 我甚至在Final Cut里面自带的C-Log3的这个还原LUT套上去以后 整个画面就不对了 这个颜色完全就不对了 根本没有办法使用 但我如果使用之前的C-Log的那个那个还原LUT的话 整个你看上去又是就不是匹配的LUT 在Final Cut里面手动调这些东西本身就不是特别友好的 我个人也不是太喜欢使用那些风格化的LUT 所以就是你现在的问题是你拍摄了这个C-Log3以后 你没有合适的这个还原LUT 把你的画面还原成本来该有的样子 那在之前我使用这个都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之前的C-Log可以找到C-Log还原LUT 那之前我使用的C-70拍摄这个C-Log2 进到你的Final Cut Pro里面 它自己就直接帮你还原了 就不需要你再多一个步骤 点击还原或者选择这个还原LUT 而现在升级的这个C-Log3 既不能使用Final Cut Pro里面本身自带这个还原LUT 也没有办法使用我之前下载的 佳能官方的这个C-Log3 因为它不匹配 就是放上去以后完全就不对 如果真的是我哪里出错了 就是好吧 我在这里先说一声抱歉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好吧 就是但之前佳能所有东西都是非常直接 易懂易操作的 但是这个如此让人振奋的一个固件更新 我本来是很期待很开心带着笑容测试的 但是好吧 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过去三个小时过去 真的笑容就逐渐凝固 目前为止我虽然能看到屏幕里面我人站在哪里 但是我整个衣服显示的 我整个脸显示的全部都是过报的 但是这个视频我确信我是没有过报 最后最后有一点C-Log3固然好 但是C-Log3的这个Base ISO从ISO400变成了现在的ISO800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是光线特别强的情况下 需要开大光圈的话又变得更加困难一点点 但这个我觉得基本不是问题 对我来说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我的监看 看不了了 然后我的拍摄进到电脑里了 没有合适的这个LUT 可以官方直接提供给我 简单明了的告诉我使用这个LUT 你就可以还原你看到的本身的画面 好吧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知道我现在好吧 看来有点严肃 不好意思啊 影响了你的心情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